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Hack Labs 熟悉我频道的观众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一个万用表收藏爱好者 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几期万用表评测视频 最近我又入手了一台非常牛掰的万用表 就是这台,去年上市的弗洛克87VMAX 我简单查了一下,目前关于这台万用表的相关评测非常少 同时这台万用表又非常具有特色 除了高精度以外,还具有防水防尘功能 所以我就来了兴致做一些拆机评测视频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块万用表的性能表现如何 电路板做工如何,以及内部是怎样实现的IP67级防水 看看这些东西能不能够支撑着其他高昂的售价 OK,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 Let's go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块万用表带的所有的东西了 一台主机,一支热电脑温度探头,一对鳄鱼夹,一副表笔 这幅表笔非常不错,是比较高端的TR175 线是软硅胶的,同时探头保护部分是可以旋转伸缩的,非常方便 这款万用表的外观依旧是弗洛克经典的灰深黄皮 熟悉弗洛克外用表的小伙伴应该知道这款87V MAX外观和经典的弗洛克282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仔细对比也并没有发现它们在技术指标上面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与经典的87V相比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除了外观明显不同以外,这款87V MAX是三节五号电池供电 待机时长标称可以达到800小时 87V是一节九幅电池供电,待机时长标称是400小时 这款万用表在弗洛克的产品线中应该是属于中高端的 所以做工非常优秀 按键以及波轮的手感都非常棒 按键的材质非常特殊 是这个荧光的,黑夜自爬光,同时也有这个按键背光功能 在夜间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黄皮保护套也非常的厚实 比普通的这个表大家可以看到是要厚很多的,比较耐摔 这款万用表换电池是有点麻烦的 是需要把这个保护套拆开才能打开里面的这个电池倉 一会我拆解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详细的看一下 功能上这款87V MAX作为一款高端表 还是非常全面的 在这个档次上面也终于有了我最喜欢的这个out hold功能 这个功能在测量时是非常方便的 会自动保持我们的测量结果 我简单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是我做的这个4个电压 然后我们来测量一下 我们打开这个out hold功能 OK,大家可以看到低声以后它就自动保持了 OK,这就是这个out hold功能演示 除了这个以外在测量交流电压的时候 还有这个低通滤波器功能 这个对于我来说没啥用 因为我大都是测量这个直流电 不过对于测量电机变频器等有强干扰噪声的设备 应该是非常有用的 对于我比较在乎的这个通滤档反应速度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反应速度非常快 基本是已经达到标杆几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与之相关联的这个二级管档 我们用另一台网友表来测一下这个二级管档的开路电压 大家可以看到是2.385386V 这个一般般不算高 有一些大一点的LED灯是够强能点亮了 其他功能这款表也都是有的 比如这个温度测量 以及这个频率占空比测量 还有这个REL三角号 Reality5去皮功能等等 这些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下面我们再用我的这台ID1电压电流基准源 来简单的测试一下这款表的精度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调好了一个10毫浮 然后这头也打到了这个毫浮档 我们来输出 10毫浮显示10毫浮 100毫浮显示100毫浮 500毫浮显示500.2毫浮 1浮显示1浮 1.8浮显示1.802浮 3.3浮显示3.302浮 5浮显示5.022浮 8浮显示8浮 10浮显示10浮 11.9浮显示11.9浮 OK下面我们再来测一下这个电流档 我们依旧先来测量一下这个微安档 我们调好了一个1微安 然后我们输出 万用表显示1.1微安 10微安显示10.3微安 80微安显示80.3微安 100微安显示100.3微安 200微安显示200.2微安 300微安显示300.3 900微安显示900微安 1毫安显示1.01毫安 10毫安显示10.01毫安 50毫安显示50.1毫安 100毫安显示100毫安 119毫安显示119毫安 OK已经到了我的这台记者员的极限了 那进度测量部分我们就做到这里 大家觉得这个进度表现够不够牛白 最后我们再来测量一下这款万用表电容挡的反应速度 使用的测试设备 也就是我做的这个双通道护物干扰的电容切换器 我们指测速度电容值只做参考 与它对比的是它的小弟弗洛克17B加 那下面我们开始测试 首先是100毫安显示 OK 100纳法 10毫安 100毫安 1000毫安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速度是明显快于这个浮路克17B加的 到现在了这个17B加还没有显示出来 显示已经超量层了 OK这就是这款万用表电容挡的反应速度 我认为是非常快的 差不多是我目前所有万用表里面反应速度最快的 那下面就进入我们最期待的拆机环节 OK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这台万用表测试螺体的样子了 我们拆一下后面的螺丝 我们拆一下后面的螺丝 这一块呢就是保险室 不是 在这确实是保险室 大家可以看到在电池上后盖的这个边缘是有一圈这个胶条的 这个应该就是用来防水的 以及这个保险室上面都有一个胶皮 应该都是用来防水的 那下面我们就把其他螺丝拆下 然后把这个后盖打开 看看里面的这个垫路板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将电路板上面的所有螺丝 都给拆卸下来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电路板拿出来了 我们取一下这个电路板 OK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路板 主控使用的是TI的430 低功耗mco OK我就不给大家分析 已经电路了 OK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写字屏 这个胶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做成了一体的 也就外面和里面这个是做到了绝对防水 OK这就是这款万用表的所有结构了 那拆解部分我们就到这里 OK各位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能给大家在外面表的选购上面提供一些参考 同时希望大家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